! 嘿大家好我是負荷卡 好的遊戲好的影片 就需要有好的音效跟好的畫面 來襯托出這樣的震撼力 那今天呢我要來開箱的東西就是 旁邊這一組 T60 這是創新科技的 這個桌上形的喇叭啦 那其實在之前我有開過一個 T100的這個型號 T100跟 T60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那因為我開了這個T100之後呢 創新科技的就把這個T60又寄給我了 想說呢 F7對兩個人應該都要提升一下音質 提升一下喇叭 所以就給我一個T60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針對這一組開箱跟大家分享 裡面主要會測到的啦 還是會跟電腦來做一個連接 然後包含跟Switch做一個連線 來聽聽看有所不同 還有包含它裡面的接線方式 至於藍牙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稍給這個保留的狀態啦 因為我是覺得 喇叭的部分 說實在我用到現在 所有的藍牙喇叭 真的沒有遇過那種延遲很低很低的 但是我都一樣會在影片當中測試給大家看 好 那首先呢 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組喇叭比較特別的一些地方 首先是他有支援到他們家的 Thunderblast 這個功能 那最主要就是上面這兩個 第一個呢是 Clear Dialog 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支援到 我們如果在玩遊戲的時候 或者在看某些影片的時候 想要聽到人聲 可是旁邊可能有些爆炸聲響 或者有一些槍聲啊 有些其他環境音等等的 讓我們這個人聲可能聽不太清楚的時候 他就會提供我們一個更棒的人聲突出的表現 這時候呢 就不會說錯過這個人聲到底在講些什麼 下面第二個呢 就是 Surround 這個的話呢 則是可以模擬一個環繞的音效啦 接下來第三個 Best X Pro 這個的話 它可以支援到一個重低音 雖然說沒有接觸一個單體的重低音喇叭 但是也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重低音表現 然後這一組 另外還有支援到 Type C 的連接方式 這個也是很特別 因為我們的Switch就有Type-C 包含像現在的MacBook Air 它也都是使用Type-C的狀態 下面這裡有藍牙5.0 包含這個簡單的AUS-IN 那喇叭最高的峰值呢 可以到60W的輸出 不過呢 像是上面這兩個功能啊 在T100就是沒有的 但是呢 它本身也沒有T100更高的一個峰值 因為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T100應該是可以到85W的輸出 T100遙控器也是有直接配在裡面的 包含這個EQ的調校啦 也都在裡面的 其實我自己蠻期待的 因為他們家的喇叭 聲音對我來講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 這個功能性的部分呢 就會比較好奇說 有些什麼樣的創新的科技 創新科技 創新的科技 好 首先第一盒這個的話呢 它裡面是多國變壓器 第二盒的話呢 這個應該就是變壓器的主體了啦 毫無疑問 就是把它扣上去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說是用不同地區的這個插頭的話 就直接換這個頭就好了 線的部分 一條是這個耳麥在用的線 它應該是3.5mm對3.5mm的 不過這邊那是三環的 第二條是AUX 3.5mm的線 第三條是Type-C對Type-C的線 那這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可以使用Type-C來做連線的音源輸出 所以Switch上來說 如果是掌機的狀態 它可以用Type-C 也可以使用3.5mm的功能 那如果像是MacBook Air呢 也是一樣 另外這邊它還有很貼心的附了一個 Type-C轉USB-A的 電腦沒有Type-C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來做連線 喇叭的部分 其實這個喇叭大小跟T100 感覺好像差不多 裡面還有一份說明書 說明書的話大家就可以回去看一下 這個喇叭的話其實大小來說 我是覺得也不算太大 但也不是到非常小 可是因為喇叭這東西是很奇妙的 它如果沒有做出一定的大小 它沒有辦法讓那個聲音在裡面 就是擁有它一定大的這個單體 還有它的一個這個叫什麼 共鳴的空間 正面的部分其實質感非常的好 鋼琴烤漆 可是這個好像會有點吸附指紋跟灰塵 亮亮的感覺真的很漂亮 超級無敵特漂亮的 這個應該是跟放出來的聲音 或者是耳機的聲音 然後跟那個Shrong的是有關係的 旁邊這個就是剛才所講的Clear Fire Lock 再來就是開關的部分 還有音量大小的旋鈕 然後後面這裡一樣有一個 它這個是低音的時候呢 比較重一點啦 會有一個砰砰砰 從後面這裡出現 下面這裡還有耳機的插孔 還有耳麥 如果你是裝耳麥的話 這裡可以接你的麥克風 再來是Type-C的部分 AUX的部分 還有一個是接另外一邊的喇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電源供應的插頭 另外一邊呢 也是一樣 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少了這個所謂的 連接孔 IOPO的部分 其實質感真的非常好 我這樣子下來之後呢 這裡下面就是一個很乾淨的 創新的名字在上面 要多準備一點590塊的蘋果布 好不好 在旁邊就是有一些高級的三星 你想要讓它亮亮的 保持如新的感覺 就可以隨時給它插一下 這組比較簡單 後面就只有這樣子一條線而已 那這條線呢 就是要把它接到 這個後面的第二組喇叭這個孔位 那現在呢 我就用一下Type-C來接接看 好不好 接接看這個蘋果電腦 然後或者接接看Switch 看看接起來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我們打開之後呢 就會看到這邊要有出現一個T60的部分 可以來做一個選擇 但是呢 現在我們還是先不要 我們先用Mable Air本身的揚聲器 來放音樂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Mable Air的揚聲器啦 它是真的還不錯的 另外呢 現在我們就把它調成創新的T60 把它調過來 然後呢 一樣來聽一次看看 這個聲音會有什麼不同 好 我相信不用講太多了 這個聲音已經包括我講的一切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啊 它的這個開關鍵的部分 其實有蠻多功能的 像是我剛才按一下呢 它是一個開的動作 如果要關機的話呢 它只要長按大概2秒左右可以關機 那如果說是在開的狀態之下啦 我可以去點選一次一次 單一的點擊喔 可以設定成USB音訊 藍牙或者是輔助輸入 各種不一樣的輸入方式 就是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去改變 在收睇時期間的聲音訊 這也是一樣什麼武器 這也是我的廣播 接著當然就是要我們的Switch登場了 我先把聲音給稍微開大聲一點 這個是謀獵人崛起的聲音 其實我蠻喜歡這段音樂的 接著我們來接上Type-C 音樂 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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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